干什么呀 你有事 我没事啊 你跟谁要嫁好上了 姐 你在瞎说什么呀 好吧 就算是没好上呢 我也敢保证 你喜欢她 而且她对你也有好感 姐 你最近是不是在看什么小说呀 姐 借我看过的爱情小说呀 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呀 所以才练就了这双火眼睛睛啊 你们两个肯定有事 而且啊 就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我 我住在山上 她住在县城 连面都见不着 好吧好吧 怎么回事呢 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问你啊 你就不想知道 沈小姐对你什么感觉啊 我敢打包票 她对你有好感 你要不信啊 你就按照我讲的 试一下你就晓得了 怎么是啊 你呢就问她 如果你跟别的女孩子去看电影 看她记不记忆 然后呢 她要是不记忆的话 那就是姐姐看走眼了 人家对你没有好感的 那要是记忆呢 那就懂你承认她喜欢你呀 傻小子 我不想问她 那你们我那么多干什么 我又不傻 她对我什么感觉 我当然知道了 我就是想 我就是好奇书本里 到底是怎么教的 这些通俗小说 静虎边乱走 你们真是个傻子啊 这些通俗小说 就是用来教你 这种傻子的男女知道的 姐 我房间里有关于好多法律的书 你没事多读两本充实一下自己 说不定你跟静虎吵架用得上的 比这些通俗小说有意思多的 求她的一些真 也就是求我也不会多看一眼的 妈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 好不容易把你给洗干净了 一会儿乖乖睡觉 不许到处两条了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 都几点了 你看看谁还像你这样不睡觉啊 这个时间不睡觉的呀 不是在干坏事 就是有鬼 你看 静虎阿姨就没睡 沈小姐还没休息哦 我跟药刚谈点事情 你看静虎也没睡 她就穿衣服 小孩子不好看的呀 你快一下 不好看的呀 我先回房了 小冬 你 多多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这么晚睡得身体不好 我今天睡觉了 好 我说 我先去睡觉了 感谢观看